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 跟大家聊聊关于up主的话题啊 是这样事的 b站呢最近做这个内容的优化 收益分成模式的优化吧 导致呢很多这个up主呢就被优化走了 包括很多人啊比如说阿萌本人 这没有了 这个阿萌在b站就是个7000粉丝的小up主啊 这个而且万年都没变过啊 不增也不减 你说真是奇了怪了 其实是导致很多头部up主的逃离 比如说呢有百万的大几百万的小几十万的是吧 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本来啊 1万播放量100万播放量 分成流量广告费挺高的 能养活自己甚至还能养活一个团队是吧 而且很稳定 但是忽然间有一天呢就是收入锐减啊 据说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就是很恐怖的锐减啊 就导致一下吃不饱饭了 再加上这个b站的商业化 一直做的特别的烂是吧 接不到商单啊 接了商单呢也影响内容创作 它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嘛 你看最近阿萌接个广告 很多人还反映的说 哎呀不行这个内容不流畅了 不行up主不能掐饭 你说up主掐个饭也不容易 对吧 然后话说回来了 就是除了有这个主动出走的 还有被迫逃离的啊 最近呢这个被迫逃离的 就是这个被封了号的 被封了号的鬼山哥 鬼山哥呢 在油管上把自己的内容频道做了起来啊 我一看呦这才几天的 十天吧 已经一亿万粉丝了啊 然后这个 而且既这个阳光快乐孔一己发布之后呢 康康康又接连发布了五六条 哇每一条呢 这个点赞评论都有很多人 就发现这个鬼山哥已经成功的 把在墙内的那波流量迅速带到了墙外 在油管上一样有受众 而且现在油管的一些受众嘛 很多这个油管的一些大V啊 包括阿萌 这就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流量啊 至少占10%左右 是吧 就是有很多 而且都是来自于深圳广州市第一大波 其次才是上海北京 都是南方那些地方 确实是很喜欢看啊 很喜欢看这个墙外的油管的这些内容 所以说呢 他也第一时间的 把内容从B站呢 分享到了油管之后 然后这些人呢 就追随他而来了 所以呢 这期话题就跟大家聊聊 从B站被迫逃离的这些up主们啊 是否来到墙外之后 就能够获得比B站更好的收益 是否就能开出事业的第二春啊 聊聊这个话题啊 先拿鬼山哥来举个例子吧 鬼山哥呢 是属于一个非主流的一个B站up主啊 因为他的这个怎么说呢 具有某种政治倾向性啊 甚至一度还被传闻就被拘了起来 而且他是据说他是被什么微博知乎 B站 B站封是一百八十天 就相当于永久封禁的那么一个记录在案的一个 一个一个人 发了个啥呢 就发了个阳光开朗孔一己啊 孔一己呢 是讽刺这个社会现实 很多年轻人呢 脱不下长山 就就这么点事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鬼山哥这个本人的这个故事啊 这个人设可就立了起来 为啥呢 因为他这个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比较可怜啊 据说他在这个新的这些 这个在油管上发布的这些歌曲里面啊 每一个歌曲都套用一个现成的一个 比如说雇佣者啊 比如说一个什么告白气球啊 就是whatever很红的一首歌 然后他用这个歌的乐曲和旋律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把词全部都改掉了 然后新的这个演唱者也是他本人啊 一副好嗓子好歌喉 确实还不错 然后他在用这种音乐 歌曲的方式来述说着自己的故事 是一种音乐脱口秀吧 你可以把它来理 把它理解成这个啊 就是他是确实是用自己的精神经历 讲了一个好的故事 所以说有人为这故事来买单 很正常啊 很正常 但是他这个故事吧 就怎么说呢 也是确实比较惨 说什么呢 说他那个卖过烧烤啊 但是遇到了成果啊 一两万呢 就直接血本无归了 说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呢 还说到自己的腾讯被优化啊 然后在拼多多呢被这个资本家欺诈啊 是吧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怜 另外呢 他还说到了什么 关于一个什么停贷者 最伟大的停贷者里面啊 也说过他自己也可能这个买了房之后 这个房贷已经缴不上了 然后又在这个治什么前房东的一个里面呢 又说到他什么前房东不不还他的租金和押金什么的 包括呢 他最近母亲生病啊 他也掏不出这个医药费啊 濒临破产啊 然后又发现说自己这点能耐呢 一夫好歌喉 去这个B站当up主 也被封杀什么的 就是人生已经惨绝人寰了 是吧 我希望墙内有越来越多的人 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述说自己的遭遇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可取的 但是鬼伤歌寸就寸在 他他是一个拼体 就是他曾经是一个小粉红 而且还是一个艳女 而且发表了多部歌曲啊 这舔这舔那的 灭这灭灭灭那的 而且他这个人很高产啊 反应也比较及时 基本上该蹭不该蹭热点的全都蹭上了啊 所以说呢 就是导导致他的这个粉红 曾经的这个粉红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形象呢 也非常的深入人心 基本上这个事情大家也传开了 所以说呢 就在很多普通人的心中啊 就存在有两种想法 就是说曾经的粉红 他曾经粉红过 那是代表他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 会否他现在来到了墙外 就是在油管上面开设账号之后 他的视野也打开了 哎接触到更多的人 然后别人再跟他互动洗脑 现在洗脑 哎他没准就转变过来了 对吧被铁拳砸到的人 你也允许他在铁铁拳下之下 如果能苟且偷生对吧 就让他活 让他活一次呗对不对 有啥可非得跟他计较的呢 这是一种心态啊 另外一种心态呢 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鬼山哥啊 就是呃 现在可能比较走了走了备孕啊 一点点备 但是但凡他能度过这一口气啊 180天之后啊 这个B站但凡解封他啊 什么微博也不封禁他啊 也没有进橘子 那是否这个粉红基因 又隐隐绰绰的要继续在他的身体里面 蠢蠢欲动呢 对吧 就发现这个还是爱国饭和这个这个饭会比较更好吃一些 所以我觉得 就这个东西吧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啊 但是阿懵想说一句什么呢 就是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鬼山哥的这个内容而而言的话 我是认为现在的内容啊 利器有点重啊 特别是他这里面还有一些不是特别decent的一些话 比如说他讽刺丁真说 十年苦读不如丁真 说我羡慕他不需任何努力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我恨我还要为三餐和房租发愁 就是 就是人家丁真的这个爆火和爆红什么的 虽然也是蹭了很多的流量 占了很多先天的优势 但你不能说人家丁真就生来就是这样一个富贵命 人家也很努力好不好 人家也拍很多广告是吧 就是你不能说 因为你的不的不幸 然后因为你怎么样 就是你没有把这个 就是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太懂得 他的不幸的根植的来源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导致他的不幸 他只能把这种不幸转嫁为某一些 他看不上的一些名人 对吧 比如说觉得这个女的就是 肤白貌美凶大的吧 这个没脑子 屁本是没有 他就莫名其妙就被资本捧红了 哎我讨厌他 这个丁真呢 就是因为长了一副这个帅帅的脸 对吧 他也不努力怎么样 就是他会把这种个人的这种悲剧 他怎么能想开这件事情 建筑建筑在别人的那些他看不上的人身上 这个鬼山歌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个高度啊 这个 偶尔灵光乍现一下 有一些娱乐性的一些东西 有一些金句迸发出来 但是他没有弄明白 他自己这个悲惨命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而且这个是什么的这个原因 他也没有办法说得出口啊 只能转嫁给那些他看不上的一些娱乐明星 啊 他认为的一些小丑啊 他认为别人都是空手套白狼 是吧 只有他非常非常的悲惨是吧 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高度是远远不够的啊 这个东西只能最后变成一种底层互害 知道吧 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一些本事 对这个就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 第二呢 就是说 呃 他做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娱乐化是远远不够的 他没有办法把利器化为祥和 就这个是比较可惜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很想说啊 这个化了利器为祥和的这个人啊 首推马宝国 最近马宝国我真的是啊 我好爱他 就是最近是我的这个 灵感谬谬思 一边 慢一边 一边 他第几边了 呀 打完了 第一边 第一边 第二边 横边 第三边 从上往下 啊 这个是 金靠边 金靠边 第四边 然后是回边 开手 一条边 五边 一个抖 一个弹抖啊 这个弹抖很关键的 四月一号的时候 马宝国呢 去抖音上面带货直播啊 虽然呢 直播一半还是被掐灭了 但是这个直播间啊 非常非常的欢腾 是吧 马宝国只要这个啊 闪电五连边一下子 知道吧 就任何一个动作 你都觉得太有趣了 这个人 知道吧 而且这个人还特别有幽默细胞 是吧 说这个他卖卖卖卖卖的这个虾呢 含虾量有75% 那卖的这个大米呢 这个含米量有62%什么的 就是很愿意说真话 而且很愿意跟大家互动 是吧 就是就是你想想 马宝国也是一个曾经在 B站上面很火的up主 然后被这个人人民日报 这个登报批评之后呢 直接就一一撸到底风到底 结果呢 现在又重出江湖 转战转战转战抖音是吧 这个虽然直播间呢 直播一半被掐灭了 但是他确实是有带货能力的 而且他现在的这个形象啊 越来越让我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活明白了啊 这种人才真的是他 他这种人 我觉得马宝国第一他不差钱啊 第二呢就是他这个人 没有那那种所谓的满身利器 因为他也所谓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啊 很多人骂他啊 很多人说你们就是假武林 还什么行义八卦什么行义的 什么破玩意儿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我们喜欢马宝国这样的人啊 我们已经不把这个中国武术 当他妈那么回事了 你就在那我就当你是个小丑跳舞呗 对不对 但是你这你至少娱乐了大家 对不对 让我们感觉很愉快很开心 封权 封权 我要回家 吃不得大肥啊 嗯 你说说谁也不想天天follow一个BB刀的叫苦不迭的一个人 对不对 天天这个什么B站应该是放弃我了 什么我知道还有很多事想笑话我 别急 我连我自己都想笑 什么一首写自己生活的歌 用来赚医药费 让我承受如此重的惩罚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总之呢 以后就在油碗更新了 什么希望大家让我赚口饭吃 顺便把签的医药费还了 点赞就行 什么不要打赏什么的 就是哎 怎么说呢 未来鬼站哥的命运啊 我只能祝福 但是却并不看好啊 因为这个鬼站哥也曾经在这个歌词里面说过啊 但凡缓过来 是吧 冰冷的红心何时才能变得滚烫啊 所以就是一颗永远有冰冷 有红心的人啊 不管他现在是冰冷也罢 还是始终带着温度也罢 还是他最终又滚烫起来也罢 就是未来真的不好说 好吧 另外这个鬼站哥 他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内容吧 他并不太适合油管这个频道啊 因为他的短视频的性质比较强 他的这个版权意识不是特别的重啊 鬼站哥呢本身也在墙内啊 而且他的这个账号呀 包括他本人啊什么的 应该也是被录入了系统啊 所以我估计大概率也不会说太多啊 就是你们真正想听的话对吧 但是呢这个鬼站哥如果天天呢 就是在这里嚼他的这个啊 嚼来嚼去的小馒头啊 这个赚一口流量和打赏的话 在油管可能并不一定吃得开 知道吧 那就是油管还是比较promote的长视频 他这视频吧 一个就两三分钟啊 唱首歌啥的 可能更适合推草 可能更适合短视频的发展啊 也可以尝试搭在户啥啥的 但是呢就是 还是就是又回回归到原始 就是你这个pinky的这个身份 对吧 你就是你你要你要让别人真正的相信啊 你真正的是被砸到了之后 还是想要闯出另外一番人生的天地的 好吧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有更多人支持你啊 好吧 然后我觉得另外的就是 大家一定要向马保国学习 多多支持我们马保国马老大 希望他在抖音能够扛住啊 不要再被封了账号好不好 然后呢我也希望 中心希望从B站走出来的这up主们 对吧 这个来到墙外 这个油管的世界啊 都能够大红大紫发财 好吧 OK今天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的陪伴和相守啊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请follow一下 OK这样吧 拜拜